有一些地方假如還有問題的話 在我們的線上的講義裡面的第18頁 也會有一模一樣的程式 如果你實在是不OK 你就把那個不OK那一段貼上去比較一下看看 應該也沒有很複雜 而且這些東西很多都是重複的 主要就是把那個整個過程跑出來 OK 那另外的話 那壞有E冒號其實你也可以打成壞有True冒號True 也OK 打有些書會寫True 網路上的那個人家寫的也會打壞有True冒號 但是呢 當然以我的角度來看 你打壞有E冒號 應該比較 對啊 如果你要打程式的話 你當然壞有E冒號比較簡單吧 True 對 一個字T要大寫 要大寫 要大寫 不能小寫 不能小寫 False也是一樣 True Force其實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開關 開嘛 開就True 關就是False OK 所以要不要執行 那你就有點像一個開關去決定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大概是這樣 其他就是邏輯判斷 這個也沒什麼 Printer 再輸入一次 這一行跟這一行是一樣的 這個邏輯判斷 再把結果Printer 再一次輸入 反之就恭喜答對了 這個程式應該也沒什麼太複雜的點 只是說你可能要熟悉 那症状考試的第四類裡面 有很多類似像這樣的題目 所以你想要打熟 然後呢 去考試我想應該就沒 而且第四類 又是最 分數最高的 一題如果20分 OK 所以也許你可以先做 我覺得那個CP值是最高的 因為你做的時間 拿到的分數是最低 一下就20分了 感覺好像基本分就有了 然後你就是一直往上加 70分 你就有拿到證照 剩下來就是說 你看你要不要早點教完點教 或者全部做完 然後有的人就覺得 我一定要考100分 那沒關係你就慢慢再做吧 沒有考100分絕對不出場 OK 那當然 這個是每個人的 對於那個城市的追求點不同 OK 那當然我是覺得學習東西 不是說只有一個功利的目的 反正你就是喜歡 你就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 然後你就願意把它做完 而且你拿到這張證照之後 也是用肯定 OK 然後而且呢 你把這張證照秀出來 無論是你放在你的什麼 臉書加到LINE 或者未來掛在牆壁上 然後給別人親朋好友啦 你的小孩看到 也會一種榮耀吧 對 爸爸我以你為榮 對 感覺就是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我對我小孩的標準都很低 我說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樣 你只要有我的一半就好了 不是啊 你也不能給他太過壓力 所以說我現在小孩真的很麻 不是很麻 很不容易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適性的去瞭解他 然後你要幫幫助他 讓他找到他的興趣 對不是說一直push他 一直要他幹嘛 對不對 讓他知道說他覺得這個事情 他有興趣 那我兒子常來問我說 爸爸你怎麼一直都不教我寫程式 嗯 他自己這樣說啊 對對對 好 ok 啊 現在國一而已 國一 國一 不是啊 有時候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看 當然會耳濡目染嘛 對 那只是說我覺得時間要到 因為你要學寫程式還要有其他素養 你英文也不能太差 對 那些全部都英文的嘛 對不對 你英文都看不懂打錯字 大小姐都搞不清楚的話 冒號那個符號都弄不對 那你怎麼寫 對 而且第一個還要 先把你的心 心先定下來 心浮氣躁你怎麼寫的好程式 對 明明就沒有錯 你就是因為自己在那邊 就是為了那一點點東西 在那邊鑽著腳尖 對不對 然後一直在那邊亂弄亂弄 最後發現自己想要放棄了 後來 常常我發現很多同學 都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 只是一點點小狀況 但最後變一個大狀況 Ok 就是你也許 也許不然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那一題先暫時放到 也沒有關係 或者是說你可以暫時開一個新的檔 然後把我的程式貼上去 Ok 這樣子先慢慢看一下 不要急著說一定要 好像就一直開始否定自己了 否定人生了 否定 一直在否定 沒有 你就是拿最簡單的方法 先拿我的 先弄一下嘛 弄完之後也許你就知道 其實原來就只是一個地方打錯 就這麼簡單 沒有很複雜 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OK 真的 我說有時候發現真的是 這也有一種訓練 常常我也 常常也有這樣的問題 剛開始 就一直奇怪 為什麼找不到問題 然後會一直反而會花太多時間在 這種時間上面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需要注意卡關 另外的話 其實VBA有沒有辦法寫出來 其實也可以 那我有把什麼呢 VBA的改寫一個版本放在這裡 OK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要run很簡單 拆數字 我會寫兩個版本 一個是什麼 File把它改成DoFile 有沒有 其實在那個VBA裡面 也有一個File 它叫File 這個要改成Wave OK 不過比較常用的是DoFile DoFile 1 不用冒號 裡面幾乎一模一樣的邏輯 我只是把它改寫一下而已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Sub怎麼樣 把它Copy一下 你就貼到VBA裡面 VBA裡面 你要先按右鍵先建一個module 一樣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再run它一下 請輸入1到2之間 有沒有 10 Enter 太高 太低了 太低的話 15 恭喜答對了 哇 好厲害 一模一樣 程式語法邏輯一模一樣 只是換一個地方run 所以你要叫我寫任何一個版本 我都寫得出來 不管任何語言 OK 其實邏輯都只是說 你們需要找到程式語言之間的差異 OK差異點找到你就寫得出來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程式不要只是自限 好像你就是一定學這個 你永遠不需要再去管其他的 因為未來我跟你講 大概這個Python再過個5到10年 又會再有一個改版 對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難道你就只會Python嗎 那當然你就慢慢會有危機意識 像現在很多資深工程師 他就是只會學他當時熟悉的 所以呢 有的時候公司一個轉換 他一個跟不上 他就會有 有那種 就是那個的命運的 所以他這裡面的話怎麼寫 我這邊也有一些 一幅嘛 有沒有 這都差不多啦 寫法 只是說這邊 Blake把它改成叫 is this do is this do 對這個 可能加註一下啦 反正 所以應該可以 甚至我想說 Python跟VBA 應該也可以把它轉譯啊 比如說寫一個轉譯程式 你寫Python 然後我幫你轉成VBA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說有點像 把一些關鍵字取代掉就好了 OK 現在有嗎 沒有 等 有人要去寫 就是要有人去做啦 OK 可不可以說絕對辦得到 只是說 這個就是轉換的部分 大家注意一下就OK了 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說 那另外還有一個版本 這個是do file的版本 底下有一個for的版本 就只能跑三次 OK 另外的話當然 我剛有提過 如果說 我要把剛剛的程式 我們要回到Python 這個地方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只能跑三次的話 那其實就是把這一行先註解掉 然後呢 你就打一個for圍圈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話就跟他講說 你只能跑 1到4也可以啦 或者是我那個上面是寫0到3 就寫3 這樣也可以啦 對 就寫3 其實也可以 這樣更好 果然 有進入情況 對對對 這樣寫 為什麼寫3可以 應該都知道了 OK 所以慢慢大家有進入狀況 太好了太好了 最後冒號一定要打一下 對 大家也都很注意 所以你看 沒幾個字嘛 所以你說一個python 再怎麼樣寫來寫去 也就這些字而已啦 沒有什麼太多的 只是說你要把這些字 把它組合的 恰到好處 放在它應該 應該放的位置喔 不能放多一個字 少的都不行 OK 所以這其實很少 但是卻非常的精 OK 精準 對對對 真的 就像打靶一樣 一槍命中 所以我們這裡有點像狙擊手一樣 OK 一次都要中了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喔 只能跑 進來第一次 然後讓一下 第二次 第三次 不過這邊會有一個問題喔 我如果執行的話喔 他基本上的話 是會跑 可是會有個問題說 因為我們邏輯是在 在下一次判斷 輸入是在 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你把它離開的話 他就變成他 最後一次不會判斷 OK 會有任何問題發生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的話呢 我有拿這個版本 下面這邊有個限制 只能拆三次 那我大概 比如說我們原來寫法 欸不對 這邊 等一下更正一下 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寫 3的話喔 因為上面已經拆一次了 有沒有 你已經先輸入一次了對不對 那如果你再讓他 再輸入 變成說他怎麼樣 只要再輸入變1加3變4次 所以這邊應該怎麼樣 改成2才對 OK 但是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 等一下我們再看 再來吧 所以程式我這邊要寫 你可以寫0.2 或者把這個拿掉也OK 再來最後要跟他講說 你不能再猜了 所以呢 我們在底下會多一個else else 要說答錯了 你的答案 就是怎麼樣呢 最後跟他講說答錯了喔 只能拆三次 答案為這個 順便把rnd也給列出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但這個程式喔 理論上應該看起來沒錯 不過呢 其實是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太低了 然後太低的話就高一點 15 怎麼又是15 那就拆15 再10 再10 又來 又變了喔 太高了 那5 太高了 5又 所以變1到4 最後一次了 好拆1好了 1號 Enter 好答錯了 最多只能拆3次 答案為3 OK 那這種邏輯看起來是對的 可是喔 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地方喔 會有一個 有一個問題說 如果最後一次喔 如果真的拆3的話 他也會跟我講答錯了 因為喔 我們輸入完之後呢 那已經 就不會再跑回去囉 OK 因為他已經 跑這個2嘛 就是0 1 0跟1嘛對不對 所以 他輸入一次 這第一次 他就判斷 對不對 判斷好 再回來 回來的話呢 他就是 這個輸入一次 先判斷第一次 回來之後的話 他就再輸入一次 輸入完之後 再回來判斷 然後呢 再輸入一次 再判斷第三次了 然後再輸入了 假設說 他這邊有出現什麼 這太高還太高了 在這邊 太高了 他已經輸入之後 他已經輸入之後的話呢 他應該回春已經用完了 他就不會再上去了 也就是說呢 他最後一次喔 不會判斷喔 OK 會有這種邏輯上的問題喔 當然現在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因為最後一次有沒有 他就輸入完 他就離開了 然後我其實我之前喔 本來也是這樣寫 後來真的回去 有同學很認真 就是一直端 他就端 對真的 後來我發現喔 真的有 會有這種問題 比如說 這個 因為剛剛 太高 太高 就太低一點 比如說像 太低 低的話 那就 太低 對對對 我也這麼想 所以把答案先print出來好了 就這邊 先偷偷的print print 這個 print的答案 ok 這樣子 這樣子應該就不用再亂拆了 print 你拿卡字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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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print 沒關係啦 反正就隨便先拆一個 拆一個 enter 他12 所以我在最後一次 我就是在 隨便再拆個11好了 第三次了 我拆12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 他會是說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可是你會發現enter會怎麼樣 答錯了 答錯了 對 原因就是出在這裡 出在什麼 出在最後一次有輸入 但是呢 他沒有回來做一次判斷 有沒有 所以會造成 回圈的敘述 最後一次他就沒有回頭了 他就到了 好了就走了 你應該回去再check一次啊 對 所以應該回圈可能要多一次 還是要多一次 而且那一次的話 可能你要判斷說 如果他的次數是最後一次 而且也沒有答對的話 才去跑這邊的邏輯 所以這邊可能會再多一個 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啦 反正這個邏輯答案是自己想出來的 只要是合理的方法 我是想到就是 那我應該怎麼樣 讓這個回圈再多跑一次回去 可是跑回去的話呢 可能要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說當他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了 拆到最後一次了 然後呢 而且不等於兩個不等於的話 就跑這個 只能夠拆三次 這樣子應該比較可以 只是說要怎麼寫啦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思考一下 或者有沒有更好的解法 如果有的話 歡迎可以再提供給我 OK有沒有更簡單的啦 當然這個只是我想 我們知道方法 剩下來就是你要怎麼去把這個邏輯 然後讓他調理的順 而且他要跑的正確 就是標就是對的答案啦 OK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剛剛寫的這一段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這裡喔 我對的答案在這邊有喔 OK只是先不要看好了 先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思考了OK想想看 反正就是不一定要有那個框框在 也就是你可以想想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只能反正我們的目的就是 讓程式只能拆三次的這種功能需求 如果可以做出來 那當然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for圍圈 我用fire圍圈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只是說fire圍圈 你必須要再多一個 算次數的一個變數 還有一個初始值 所以我覺得反而更麻煩 但是用for圍圈 可能寫起來會相對精簡啦 那不是說fire圍圈不行喔 你會發現很多人也很喜歡用fire圍圈 但是我不喜歡 因為寫出來的這個程式會相對的 比較多變數 而且程式比較冗長 OK那當然怎麼寫 會是最簡單好瞭解 不容易出錯 這種解法就是最好的 每個人可能也許在動的腦筋吧 這東西其實我覺得程式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自己花腦筋想出來的答案 是最有價值的 因為那就是你的智慧財產 OK 所以你工作上面每個人工作不一樣 也許可以 你可以創造很多的價值 OK 所以那個價值如果被產生的話 那你就是相對的就是無可取代了 因為 尤其是跨領域的 如果可以啊 這個領域的人也可以做這個 那我可以很熟練的東西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程式的話 那是最棒的 OK 想想看 怎麼樣限制 他只能夠猜三次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